港股年升三季,第四季的表現又會是怎樣? 可否再創高位,你應該留意些什麼的版塊? 今集請來康正有限公司董事黃敏錫和大家分析一下 Michael你好,看港股應該叫做年升三季 但可能九年升這件事,年升九個月就未必可以了 可能要斷一斷,第四季你又怎樣看? 第四季,其實勢頭不是太差 但始終年升九個月,斷膽也好,抬頭氣也好 可能都要再觀望,因為起碼有大改變就是縮表 加息市場有幾大機會在美國方面 十二月會再加一次性 所以板塊輪動方面,布局上也有少少不同 第二,以恆子方面來說,可能都會退後一點 反而這未必是一件壞事 始終大家都意想不到 如果從年頭看回恆子可以 除了年升差不多八個多月之外 指數上的幅度比預期中快 但有些股份可能都需要休息 但亦都見到更踏入,例如九月份來說 雖然指數是拉割的 但其實反過來,指數透氣之餘 或者重磅股透氣之餘 其實很多板塊來說,在這段時間 慢慢來講,是追回落後,炒上來 如果從我們做分析的股份 捕捉的路線圖來說,其實很多板塊 你說追落後也好,是否延續性也好 但都叫做,開始叫做緊貼 反而指數,起碼升幅的幅度來說 是叫做走前 如果你說大入第四季來說 我自己都覺得 都會看回一些周期性 或者傳統的經濟股份來說 可能都會先行 畢竟有部份升得太多 例如科技股 其實因為股值都比較高一點 可能都需要休息 或者有些人是純粹以主題主導 例如說蘋果、手機 其實這些故事似乎要再延續新的一章 所以反而我覺得第四季來說 可能要捕捉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氣溫上來說 先是觀望 但不是說要去跳車 或者是突然轉軚 或者是否需要一個十個恐懼 這個我都不需要 第二,始終還是一個牛市 就算之前頭幾個月 有幾個月 到現在是一個短 一個所謂中期的升浪 可能是一個鈍號 就不是一個句號 就是那個升市 都屬於一個牛市 牛市來說 按道理 即是我們這輪比例說 受到很多 例如政治因素 或者一些 就算息口方面 利率的消息 各方面的影響 應該就衝擊不了 按道理 對他們的結構性 應該結構性的影響程度 就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應該在這段時間 反而趁幾次上 現在二萬八都叫做企業均 下來來說 趁這段時間 反而如果有機會再回調 回來 是一個很執操的機會 執完之後 應該有機會在第四季 把握到主力性比較強 選擇一些內需消費的一些股份 或者部分一些國際性的金融股 我覺得 再迎來的升浪 或者再推進上去 應該的信心會強化一些 即是一達到十月 大家都會想到 股災股災 剛巧又是七至尾 不用擔心 七至尾現在都走了那麼久 十月其實 以往你的統計 反而是九月的波動性 不是太迷信 而是看這些情況 越懂得害怕 反而某程度 你說是否出現一個泡沫爆破 或者要回落幅度 都反而不是那麼大 這件事其實都在九月出現 如果從指數來說 行指的表現是不理想 其實下半巡來說 一路幾次 如果純粹 不要只看指數的幅度 而在每一次 其實再衝上去二萬八樓上來說 這些動物指標都一路轉差 以及每一次相對地 能夠企溫二萬八樓上的時間 都是一次比一次短的 這些其實都是象徵 需要一個回調調整的訊號 其實如果你說市況 我們通常都相信 起碼在升市升浪的情況下 一般面對二萬八樓的調整 要不就是橫行 代替那個跌幅 要不就是用那個幅度 來反映一下 但是時間 可能是比較短的 是完成的 這次來說 前面出現一個後者的情況 如果回調得快 或者大家可能有些圖 去看幾次 我們現在比較關心 很久未知又未 又見到五十天線 又穿了 但是其實四月七月都曾經穿過 但是穿了之後 其實幾次都在說有承接力 休息了一段時間來講 當然也有些領著股大同 如果四月七月就通常是騰訊 今次未必是 但問題是都有這些推動的股份大同 其實大家可以提醒 再升上去突破那個力度 的能力來講 是比休息前來講更加強 所以這方面我都不是太大擔心 即第四季會不會有機會再見高位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起碼會上28,300-24,000 即近大時代高位賺過 都是幾百點的水平 十二年十九大 這個會不會有些維穩 或者衝起的因素 其實我覺得定調應該維穩 但是不是再成為大家 投資上炒上的主題 其實我不覺得 也不是一路鼓吹這件事 因為以往來說很多都是短的 而且炒得上的 其實都是 那些地方不是太得的股份 即是借這件事炒完後 其實都是聲勢模擬而終的 第三季可能表現得好 就是車股 一些手機設備股 蒙流這些食品股 或者預品股 第四季應該看些什麼股份 其實我也會著重大消費主題 有一陣內裏所謂的大消費 當然可以很寬 正如你所說 其實近期如果你說 耳骨底表現得很英俊 其實很英俊 是一些消費性概念股份 大家如果看這圖都會看到 你看行安 你看近期 不是近期 是一路打從七八年之後升幅的朋友 或者帶動近期一些的乳品股 車股這些都是 車股當然已經走了一段多長的路途 我也覺得 尤其食品除了蒙流之外 你看看 一些必須消費 例如統一 近期的旺旺 這幾隻 那個表現來說 都算是做得不錯 我想主題來說慢慢 因為大家都看到內裏經濟 其實是慢慢平衡 變成了 都會覺得這些產品來說 是有條件 真的加了價 當然 都要看回他們本身的營運上 譬如在產品方面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上 是多元化一些 或者相對地 又可以做到高端的項目 在市場的試驗率 產品方面 有可能會做到差異化 例如網絡來說 就是一個很成風的比表者 另一個體用品股 在近期才回回地坦 安搭今年的表現也很好 所以這類型的股份來說 我都覺得值得考慮 當然在前看 其中一個 會不會是 開始有少少 一個轉折 或者交接 就是究竟 我們如果這一季 再看手機的概念 還是 譬如蘋果出發 智能手機 相關的零股機股份 還可以追 或代之而起 其實5G的概念 其實打從9月下旬 已經做得很好 其實相關一些設備的股份 即是大家迎來的 即是5G方面 開始要適合商業法 變成一個推動 即是內地方面 都是其中一個 技術先推動的國家 即是可能是一些 一線的城市 慢慢開始 去適合推動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比較關心 當然不是關心內地的 電信運輸商 以往 大家知道要花錢 所以他們都應該是 今年來說 除了聯通 因為有些運動 按道理的 特況空間 就未必這麼大 例如做光纖 的長飛通訊 但重飛光纖 應該這麼說 另外還有經訊 那一堆 大家又會留意 當然不能忽略 就是中天通訊 這些來港市場 又會再關注他們 在現在5G方面 即是初步的階段 測試 起機站 這些情況之下 受惠的程度 推動 推動中間 有多少 南方通訊 這些都是 我覺得應該 他們的帳幅 未必是一時三分 但當然第一陣 炒完星之後 他們都要公佈一些 例如訂單 各方面的數據 吸引市場 信譽成功的 就是 它是定期公佈 距離的訂單 大家都會知道 距離的整體訂單 表現 而推測到 起碼 轉動或各方面 銷售上 上市場上 上市場上 會否有機會走 或跌幅 所以我覺得 選擇上 在手機上 可以考慮 主題上 不是單邊 只是看手機 可以闊 更多 但有什麼板塊 要比一比 或者留意一下 板塊比一比 如果是 我覺得 如果真的 看一看 應該是部分資源股 因為美金市場上升 雖然今年 也有 供給室 大動 上游資源股 普遍做好 但問題 舉個例子 例如金 因為美金上升 而金來說 沒有什麼政策 純粹是避險性 以大動為主 相對吸引力 已經是比較有限 或者吸引力 未必更高 另外 如果要避開 或者未必再有機會突破 如果是上半年 做得比較理想 我想部分 可能是網友 那一堆 不是說他們做得不好 估值也比較高 還有沒有新的條件 再進一步突破 這就未必一定 當然不是說 騰訊 騰訊有很多業務 是有推動的 但這些已經是上半年 炒得比較高 可能是有需要 是太多氣 還有一個辦法 剛才說漏了的 煙氣 我其實都值得留意 還有紫葉 如果我總結 就是5G的概念 和剛才說的必需消費品 這些來說 除了金融 或者汽車 我覺得已經行了一陣 還有力 這四大辦法 應該還是條件 可以提提 謝謝 なく 謝謝 這是 Iím 請 請 請 親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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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